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安宁疗护的这个团队 不论是医师、护理师 不论是这些宗教师 还有很多的参与的社工师 这些人的协助 包括营养师、复健师、很多人的参与 让我们大的病房 一直是医院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 表现非常好的单位 当然自己做好之外 身为一个国家级的医学中心 好像我们是有必要把这样子的观念 把我们的成果推广出去 包括我们邻近的社区 包括我们的分院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努力的地方 我们台北荣总也跟附近的很多的社区的医院有签约 我们的分院也从北到南 那么包括外岛的金门 包括附近的地方 这些的话我们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很好的 现有的继承的一个基础 把我们的经验 把我们的这些成果 尽量的推广出去 让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可以在全国的医疗系统里面能够发光跟发热 我其实是非常的敬佩这些人员 我在每一次 我记得我到大的病房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工作同仁 非常热忱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大的约生这四个字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我也特别在一些字典里面 一些点书里面去查 就是希望他对于生命的一个观念 可以不断的绵延下去 所以我想我要送一句话 就是大的约生 而且是福会绵延 就是把这种幸福 跟这样子的智慧 可以不断的推广继续下去 我想这是祝福我们大德20年的军牌